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秀 随着近些年国漫的抬头 尤其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大火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国漫 而这一区中国漫的歌曲也功不可没 好的歌曲能够一直让人回味 如果意境再配得上动漫就更加的好了 而我们这次要说的这位歌手可不简单 他可以说是承包了半个国漫圈的运游歌手 他就是周深 也是国漫的爱好者 他的歌唱能力非常强 听过他的歌曲的人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他的高音音色非常优美 此外他的高音音不仅很有感染力 而且听起来极具仙气自带旋律 他还有着华丽的中音 并且能够在男女腔之间自由切换 很有辨识度 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国漫是来者不拒 只要是找上他的国漫公司 他几乎不会拒绝 至今为止 在近些年播出的国产动漫之中 几乎随处可见他现场的主题曲 下面就给大家举例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你们听过的并且喜欢的 一大鱼 由周深现场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 可以说当时凭借着此曲吸引了很多人 后面大鱼更是获得了亚洲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 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听过吗 二请笃信一个梦 这是彩条屋动画电影江子牙的片尾曲 同样由周深现场 遗憾的是这部动画电影给推迟了 还不知道何时上映 但是片尾曲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听 个人觉得和江子牙动画电影非常支配 三直破穷仓 这是动画《陡破仓穷》第三季的主题曲 相信只要是追过《陡破仓穷》的都该知道 你们觉得如何呢 四不再流浪 这是动画《罗小黑战绩》的治愈推网曲 《罗小黑战绩》相信只要是喜欢2D的都不会陌生 但是恐怕有些人还不知道 《不再流浪》是周深现场的 五海藏 这是爱奇独播动画《四海惊奇》第二季的主题曲 这个因为《四海惊奇》的热度不高 可能看的人会少一些 所以不知道也不足为奇了 六 《福一归》 这首歌是《情时明月》张良的个人角色曲 加进对于《情时明月》的系列动漫 只要你是个国漫迷就没有不知道的 而这首歌同样也是交由周深演唱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呢 反正个人是觉得很满意的 七天地为念 这是《B站》读播的《天宝扶妖路》的主题曲 《天宝扶妖路》七月已经播出了热度不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这部作品也是玄机的又一例作 画面享受的同时再回顾一遍主题曲也不错 可能你会喜欢的哦 这是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的推广曲和片尾曲 当初在影院一出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出来了 这是周深独有的嗓音 可能是太熟悉了浪不了吧 而该曲也成功的入选到了19年度传播歌曲典范 这是动画电影《大护法》的片尾曲 我当初去影院看的时候居然选择性的没有去听 现在想的还真的是遗憾啊 其实在周深的众多现场的歌曲当中 个人最喜欢的还是 《斗破苍穹之沙之兰歌》的片尾曲《退》 非常的悠扬动听歌词也很有韵味 当初一听就忘不了一直循环播放 好了 关于周深唱过的歌曲就说到这儿 其实周深为国产动漫现场的歌曲不止这些 你最喜欢的是周深唱过的哪首歌呢 欢迎大家继续补充呀 初光不停的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